哈囉好久不見 這段期間到底有什麼新的計劃嗎 怎麼會變成這麼的好久不見 不知道在幹嘛 今天就是很難得坐在這邊比較放鬆的一天 搞錯了吧 前面開會開到現在放鬆的一天 你要確定是放鬆 我發現最近這10天12天大概開了10天的會議 有有有 11天10天這樣 我覺得應該是從心機以後 很久沒有時間跟大家分享聊一下 對 心機拍狂拍以後 然後我們就衝去香港 參展然後去談一些那個合作案 然後到現在 然後 然後我們 10月開始整理實體店嘛 對 然後12月5號開幕 那開幕之後呢 就陸陸續續又開幕了另外一個 不是啦 另外一個咖啡廳也準備開幕了嘛 差不多了啦 已經開始了 只是就很多東西都一直在進行中進行中 對啊 然後還有一個是 後面的小便怎麼了 沒有休息的時候 對 然後現在要開始一直每天都要直播 好 對 大概是這樣 哇 這樣聽起來很不負正業啊 完全不負正業 我們完全全在開拓新的事業 對 等於是說我們現在 已經不是很傳統的在網路上面跟大家見面了 我們等於是現在陸陸續續都會跳到目前來跟大家見面 那是怎麼樣契機呢 會想要再把實體店開起來 我們這個的話是不是待會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啊 這邊想問一下就是其實就像之前其實有講過我們做電商其實做多久了目前 從最早從家裡做到現在 7年 7年到8年了 7年到8年 然後我們之前好像也開過實體店 對 沒有開過實體店 可是後來收掉了 因為現在突然網路市場就發達了嘛 所以後來就專攻在於網路 沒錯 可是為什麼過了那麼多年然後你們學到教訓為什麼還要再開實體店 好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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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目我可以回答 就是所謂其實大家都投入網路市場嘛 那電商市場 但是其實電商在在台灣的零售 他其實才即便疫情成長成這樣 這三年成長成這樣 但電商在零售業還是只有10到12%喔 佔全部 那可是我覺得我們比例算少 那我覺得我們現在做的事情是因為我們發現我們 我們越更想要做好服務這一段 然後我們我們銷售產品也很感謝所有的粉絲 或是品牌跟廠商願意扶持跟支持我們 所以我們現在進的東西都比較高級高檔或是比較high end 然後呢我們也不能隨便在網路上介紹 所以我們就覺得我們需要一個展示跟實體店面 讓喜歡我們的粉絲跟消費者來到我們這當中 知道為什麼我們要選擇這些產品 也就是說其實最早以前是賣保護貼 好酷 對 最早是保護貼 然後再來是手機殼 對 其實成本售價應該大約在500到1500 就是差不多嗎 這邊我來 OK不好意思 這邊我來跟大家稍微解說一下 當初呢我們並不是 並不是出個一般的客人 對 嚴格來講我們呢應該是出個一般的店家 對 所以那就不是500到1500 我們現在可以講出我們的那個嗎 當初的利潤嗎 當然可以啊 這麼多年了 15到50塊這樣 真的 好我們講比較簡單一點 也不要15到50了 那50100啦 對 才50100啦 最後就是這樣 所以最早是 反而是賣給店家 賣給手機行 對 然後後來在自己做 所謂的代理商 做品牌經銷商 做品牌經銷商 OK 那當然就是售價 跟現在我們開始進的東西 真的落差非常大 非常大 可能現在我們一件單品 就像可能前一天有一個客人 他只買一單 然後想說老闆怎麼都開心 因為他買了一兩萬的一次 對 因為現在的售價真的會比較高 比較高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就是相對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在網路上 可以馬上買這個東西 你們想提供一個價值是 你們可以來店裡看 沒錯 然後我們是一個 就是結合很多非常厲害 非常優質的品牌 沒錯 可是單價非常都不便宜 所以都歡迎大家可以來店裡使用 那我們店裡現在有提供一些 什麼產品 我們的私底店 來 我們現在店裡 店裡提供的服務就是 Babong的一款 椅子 你可以來這邊試坐 其實就是有很多種椅子 有很多種椅子 可以讓你來這邊做試坐 因為其實每個人的身形不太一樣 你需求不同 那我們這邊 可以提供大家的服務 就是你可以來這邊做試坐 來試用 然後找到最適合你的椅子 那包括還有我們的電動升降桌 有單人的升降桌 也有雙人的升降桌 然後看你的需求 在家辦公或是可以在一般的使用情境都可以 而且這個升降桌也很適合小朋友 對不對 特別是一群小朋友的時候 就不要買升降桌 不要買很多種桌子了 這個升降桌可以調到一個70公分 60公分的都可以 那小朋友可以其實用 從小用到大 真的真的 所以這個服務是從 我們就開始從小就建立了 對對對 那當然也有我們的一些配件啊 手機保護貼 手機殼啊 然後我們的玻璃貼 然後如果有些人想要馬上取貨了 就可以直接來我們這邊 不過要事前預約 然後還有我們的備家人行動電源 那接下來當然未來 今年相信會有更多的新的商品 然後如果有想要體驗的 可以直接來我們這邊 那執行長就是我前幾週啊 就是好像有聽到你講說 哇現在國外有一些很厲害的商品 就是我們公司未來好像也會慢慢的引進嗎 對 不好說不好說 那這個可以稍微方便跟我們觀眾朋友透露一下 最近未來的市場你覺得 什麼東西可以讓大家期待一下 應該是說現在網路都越來越透明嘛 那因為我們本身是做貿易起家 所以其實也接觸到更多國外客人 那也很感謝海內外的粉絲支持 其實我們官網也蠻多 不管是馬來西亞跟香港的客人 蠻多的 對然後我們就發現其實他們在當地有一些不錯的商品 真的 不管是手配的或者是一些禮品類的 所以這方面都可以去操作 對所以我們現在就開始就是 如果找到不錯的商品 除了我們有點是異業合作 對變成是香港在地的可以在我們這邊 拿到東西販售 或者是我們來做一些異業合作的結合 對所以現在選品已經從台灣到海外了 有 有這個打算 對有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們之後會有什麼選品 沒錯 好那最後還有什麼話想跟大家說 我覺得他剛剛忘記少講了 他少講什麼 Beybon其實我們這邊設定的 因為其實Beybon它有自己的方式 Outlet 我們其實是Beybon的Outlet 怎麼說呢 意思就是可以在這邊可以買到 比較優惠的儀款 因為我們現在坐的椅子呢 除了我們全新的品項 然後也有我們的 當然就是我們的所謂的福利品 整心品 對整心品 你可以來這邊做試用 然後這邊不好意思先打個槽 我們這邊的話 雖然名為整心品 但其實它不是整心品 它應該算是公司的打樣品 沒錯 比如說今天如果你想要看到Beybon 最新 或是不同於市面上的其他儀款 歡迎都來我們這邊 我們真的可以讓你看到 你市面上找不到的顏色跟型號 或是混搭 對 有些在行路上面你可能沒有看到 就是一些選配 那都會出現在我們這邊 所以未來如果 喜歡想試做的朋友 都可以來我們這邊現場做體驗 而且我們最大的優勢 你知道是什麼嗎 就是我們的門是打開的 什麼意思 你們就是把車停過來 停過來 後車廂打開 對 你這樣很危險 是不是 半夜來就真的沒辦法 半夜來沒辦法 要預約 其實主要是跟大家講說 因為一般Beybon 可能大家買的話 價格都會偏高 可是其實我必須講 Beybon是我看過人體工具 做的這個資料 算CP值算高的 可是對一般消費者 還是覺得說 一張椅子居然要賣那麼貴 對 可是他們其實還沒有真的去體驗過 這張椅子 它給你的舒服度 還有它的一些做工 對 然後主要是因為 就剛剛雷雷剛才講了說 我們比較像是 它不是整型品 它比較像 展示 展示 就像可能 例如可能我今天要做一款 A款椅子好了 我們必須要測試 測試才能做出來 沒錯 所以就是那些 那些東西還沒有人做 可是我們也不能一千 Beybon可能是會拿去做一些 不同的處理 還是怎麼樣 我忘記了 反正就是他們覺得很浪費 所以後來他們就決定 在台灣想要開一個 Beybon11點 就讓這些其實很不錯的椅子 不要浪費掉 然後還是可以讓大家去使用 用非常優惠的價格 對 而且這個東西我很喜歡 你知道嗎 對 因為比如說我家現在有三個小孩 第四個準備出生 對 我怎麼可能買一張椅子 回家煮 喔我們都是煮好的 我們都是煮好的 我們的展示品都是煮好的 你想想看 我們人體工學也帶回家 有四個小孩 三個小孩在那邊跑 門打開上車 真的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是 有天獨厚的 好地方 對對對 所以不只可以買到優惠的價格 有可能遇到 市面上 不一樣的款式 沒錯 然後又是組裝好的 組裝好的 OK 那我們很多人很容易問說 就是像這種 像這種可能不是算全新的 那有保固嗎 有 還是有保固 其實你就把我們想的是 二手車的概念 是不是 來這邊就是挑選 還是有保固 但還是有保固 你這樣說就不正確了 不是二手車 二手車是人家開過 人家 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 你會被罵 我跟你講你真的會被罵 落地車 也不是落地車 掛牌 是概念 好不好 概念 概念車 可以可以可以 所以如果歡迎我們家裡 小孩很多的 不然有三個 四個 五個 六個 十二個 來這邊都可以挑 直接挑牌 六歲都可以做 沒錯 六到十八歲可以用升降做 真的 我們這邊該有的都有 我們右手邊這邊可能 畫面上看不見了 這邊還有T-Shirt 都是oversize 零到六歲都可以穿 六到二十五歲都還可以穿 那個體型比較壯錯的也可以穿 Oversize 特別講這一點 Oversize 那剛剛兩位都講了我們最近忙什麼 第一個就是可能咖啡廳 咖啡廳要有講吧 還沒 還沒講咖啡廳 還沒講咖啡廳 開幕而已 我們 那這邊幫我講 我們準備要開幕 我們要設定開幕 所以就是 這邊幫我講一下就是 就是我們其實這近兩個月 開兩間店 對 所以剛剛小郭才說 在雙十一的時候開兩間店 他現在坐在這邊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輕鬆 對 因為就在前兩個月 我們開了Rocco實體店 然後Standburn實體店 那為什麼要開Rocco實體店 Rocco是這樣 就是因為 我們 如果有常關注我們家的粉絲會知道說 我們家除了這些手配件以外 因為我們畢竟我們信仰的關係 我們是基督徒 沒錯 然後我們在創業當中 也發現很多基督徒創業家 或是海內外有很多很好的 基督徒設計師做出來的產品 那Rocco是我們旗下的一個新牌子 然後叫做磐石 就是咖啡廳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文青類 或是禮品類的客群 就是走向那個實體店 那比較喜歡這種科技感 然後或者是一些新創的 或是新潮流 就來到我們20號實體店 所以我們把 因為每一家店不可能 就容納所有的元素 會太傻 對我們就分散 所以反而是分兩間店 對 專注於每個東西這樣 沒錯 OK好 那小過怎樣 現在很輕鬆是不是 還不錯 你想繼續錄嗎 沒有啊 我們不是等一下要直播了嗎 還要直播 我們現在還要做直播 好啦那就幫我跟觀眾朋友就是 做一些結尾吧 對啊 對交給你了 結尾 那個時候不早了 那個要挑選禮物的 趕快來我們家 那個要買椅子 給長輩們的 也可以來我們家 歡迎歡迎 但是要先預約一下 對對對 對我們有一天突然集結了 一群客人進來 然後同時一堆人試坐椅子 然後買配件 也不是不行啦 很歡迎 但是就是沒辦法給你很好的服務 所以建議大家來的時候 我們先預約一下 對 感謝你們來 謝謝 感謝多年的支持 我們會繼續努力 為提供更好的服務 謝謝 掰掰 掰掰